另外我在我自己的节目或直播都有很多次提过, 现在的民调是不可信的, 因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正常民调下 是不会说自己支持特朗普的, 但其实有些民调都已转了方式问, 譬如你在过去四年再比起奥巴马政府的最后四年, 哪四年过得好些, 那些人都是回答特朗普那四年好些,有56%的, 这些人一定会投给特朗普, 另外最近推特和Facebook把纽约邮报关于拜登的丑闻封锁了, 主流媒体也完全不报, 或真是很厚的一些板,一个很小格的讲起这件事, 这会令到美国选民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好像现在美国的媒体跟中国的媒体一样, 都是会屏蔽一些真相, 这反而还影响到民主, 再加上Facebook和Twitter, 亦会更加影响到美国对民主的信心, 亦近期揭发到拜登团队里面, 可能300人里面有80、90人左右, 之前或之后都有在Twitter和Facebook公司进去做, 很明显他亦受到2016年的教训, 当年特朗普团队找劍桥分析, 在Facebook下ad, 造成很多选民分别地看到那些ad, 然后转投给特朗普, 他们可能吸收了这个教训, 不如我索性在里面找人就行, 一些关于特朗普的负面新闻推得很高, 因为在后台很容易教, 一些对拜登的丑闻直接删了post, share的帳户都禁止, 然后这些事发生后, 美国人民亦会见到一次我投不投拜登也好, 但这件事违反民主亦违反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情况, Facebook和Twitter的老闆亦都带懒临头, 真是, 未来亦想参议院被参议员折他, 这个大家可见到的问题, 另外在造势大会中, 拜登在这个丑闻弹出后, 完全停止所有竞选活动, 直至香港时间今星期五早前, 他都不会再有任何公合活动, 一他准备电视辩论外, 他不出来见人是好些, 因为人们会问他亨特拜登的事, 他无可能回答, 他亦要面对今星期五的大选问题, 所以民调它领先完全不合理, 因为你见到造势大会之前都好, 特朗普那些是万人空航, 但拜登那些是无人的, 这件事不合理, 亦有些州份可以提早投票, 可以邮记投票, 亦可接点票, 很多州份都是特朗普领先, 本身特朗普叫人不要邮记, 民主党叫人要邮记, 邮记的选票是叫民主党的主场, 而在这主场下, 特朗普很多州份都是领先, 还未算到最后一天投票, 所以结果应该会特朗普大胜, 不单只拿摇摆州份, 应该很多传统民主党州份都会变红, 在美国来说变红, 即是变成共和党多些人头的州份, 甚至有些可能是加州, 这些很传统民主党州份的票仓, 都会变成共和党多些人头, 所以这个是少少预察, 亦在不同另类些民调, 在他们造势大会的人数, 再加上拜登近期的丑闻, 应该是德州的宣传 banner, 是当地居民写, 如果你因为不喜欢特朗普而投给拜登, 就好像你不喜欢吃西兰花, 原来走去吃屎一样, 这件事是错的, 这个逻辑无可能是这样, 这个我想美国选民亦可看在眼泪, 拜登今次有些人说他会否退选, 因为有些预言家说他可能退选, 这件事绝对会有可能发生, 甚至FBI其实很早已有电脑的硬碟, 但都无拿出来,很奇怪, 其实FBI局长都有机会被人告, 因为他拿着你不要说他叛不叛国那些, 起码真的有儿童色情, 无阿兜这些, 为何都不拿出来呢, 好不容易是偏颇, 不知何原因是偏颇, 所以FBI他为了自保, 他有机会传是这样传, 亦都很想看到这件事, 就是星期五的总统大选, 全地球的人都看着时, FBI在台上拉了拜登, 这件事值得期待我个人觉得, 另外也有说怎样影响民主党的选举, 民主党不是只有拜登一个人, 他们都要继续选他们的众议院, 继续选他们的参议院, 他们要继续, 民主党不可以被拜登人拖累, 而拜登家族很明显在这件事上, 问题大到不得了, 他会推倒整个民主党, 所以大家可见到近期的何锦麗, 很多话讲的Lance Pelosi, 佩洛西都是无出声, 亦无为他辩护, 这我想是一个割席先兆, 这真的很传闻, 这些无法查, 开始有些民主党内部说, 可否叫他退选, 或者尼尾派第二个人去选, 输得好都不要拜登去选, 当然应该是不行, 我过了提名期, 不知可否这样做, 但这些传出来, 我想民主党内部都是很大的, 中西是很大的争议, 另外也有一个, 我不记得什么州份的民主党州长, 都是支持特朗普, 我不记得哪个州, 所以这些事发生会越来越多, 近期讲些花边, 復仇者联盟里面的星爵, 斯塔罗演员Chris Pat, 拒绝出席Avanger帮拜登做世大会, 那个做世大会应该是美国队长会去, 黑寡库会去, 黑寡库会去, Chris Evans和Scarlett Johansson等等, 还有几个应该是, 还有Wall Machine会去, 我不记得那个演员叫什么名, 这些演员应该会去做世大会, 但星爵不去, 他当然一如既往会被推特, 被美国队交攻击, 反而Ironman Robert Downey Jr.有帮他解围, 说我们有言论自由, 他可以选择不撑谁不撑谁, 他不一定要出声, 如果Avanger要去撑拜登, 他有自由去不撑, 你不要理我什么立场, 在帮他们辩护, 那些想拿石头去扔Chris Peck的人, 你们应该去反省一下, 究竟你知不知是民主, 而以我所知2016年时, Robert Downey Jr.是支持民主党, 他是支持希拉丽, 他跟一众荷里胡明星拍片, Diss,攻击特朗普, 但今日他这样发声, 不知他是否因为支持特朗普所以发声, 但他的内容都是告诉大家, 不应该因为他不表态而攻击他, 这个我想是进而执言, 虽然2016年后我对他很反感, 因为他支持希拉丽, 但他现在又说一句这样说话, 其实难得真的说他人话, 而他亦是Avanger或Marvel的大佬, 迪士尼或荷里胡相当地位, 近年一个男演员, 差不多是最有地位的一个男演员, 近年都竟然可以这样发声, 你都可以想到拜登有几个悲惨, 他可能不是拜登或他不是赞特朗普, 他未必敢说这些, 因为他都会被人攻击, 然后商界亦有不少演员都有帮口, 这件事我想竟然在荷里活入面会发生, 因为荷里活和民主党都是同气连肢, 后面同一班人, 已经不禁令我联想起, 因为荷里活后面有一班犹太人操控着, 而在美国国内的犹太人是疯狂地支持特朗普, 比例去到八成多巴仙, 美国国内犹太人是支持特朗普, 可能关近排中东的事, 亦都关很多中东的和谈, 可能很多大使公也起在耶路撒冷, 这些会令犹太人支持特朗普, 有机会令荷里活后面那班犹太人见到, 我前面那班民主党那班高层在玩爆我荷里活, 我有机会都要出声, 这些是在表面中见到入面有些斗争, 因为一个荷里活或Marvel入面的大佬Robert Downey Jr. 这样出声是不惹笑的, 这些大家都可以慢慢去, 传摩下入面都有些人会派对斗争, 但入面都有不同立场在struggle, 因为拜登有影响力几大, 可以搞到荷里活内空这些都不是开玩笑, 这些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形势发展。